昭和32年1月 2497吨的海巡署观测船宗谷 穿越了暴风圈 笑着南极前景 除了科考队53人之外 同型的队员 还有作为雪橇犬的 22只萨哈林哈士奇 因为萨哈林哈士奇不耐热 所以在宗谷内 还特别设置了龙气房间 为犬只解决途经迟到期间的问题 其后 队员们选出11人 作为第一次阅冬队的重员 重视东路日本参加 国际地球观测年后 第一个建设的基地 昭和基地 到达昭和基地后 其中三只萨哈林哈士奇 因疾病提前回国 与下的19只 就负责昭和32年 第一次阅冬队的拖叶雪橇犬 南极科考 这是和严酷大自然的战斗 不管人类还是狗狗 都容不得一丝一毫的马虎 时间来到昭和32年10月 计划内的科考项目全部完成 这19只萨哈林哈士奇 任劳任怨 无论天气多么艰苦 条件也多么恶劣 从未失职 距离第二批队员交接 还有一些日子 队长小泽提出 如果天气允许的话 最好能去一趟波斯南天 都已经来难节了嘛 不去实在遗憾 其他队员说 恐怕不行 两辆雪车都要修理 去不了那么远 想了想 队长突然问朝天 狗狗弄了多重 去波斯南天困难吗 朝天算了算 大致上以狗狗体重一半为标准 每只狗平均36公斤 15只狗狗的话 负责气象观测的月唇脱口而出 270公斤 经过测算 15只狗狗带上三名队员并物资 可以完成波斯南天的科考任务 入夜 探测计划重视确立 并决定 在10月16号从基地出发 执行这一任务的三名队员分别是 负责地质调查 兼雪橇犬的朝天小 负责气象观测 兼照顾雪橇犬的月唇安尔拉 以及东山经验丰富的随行队一 为其永造 总共行程历时9天 16号出发 26号回到基地 来回总计450公里 时间来到10月16号 朝天月唇和一生三人 匆忙吃了早饭后 迎着朝阳闯入冰天雪地 15只精挑细选的狗狗 在这光滑的冰面上 跑得风驰电车 其高转特性 发挥得淋漓尽致 当然 在扭矩上 狗狗和牛马之辈就不能比了 所以遇上狗狗卡卡 免费了队员们的帮忙 太阳落山后 大地起了白雾 这原本就白茫茫的世界 瞬间没了方向 哪哪都一样 按理说 应该倒怕打倒了 可这 朝天忽然停住 那个黑洞洞的是个啥 不会走错路了吧 大家走近一看 原来是金鱼的尸体 巨大的 像做房子一样的金鱼尸体 不一会儿 天色渐渐暗下来 大家决定就地扎音 完成今天的探测任务 入夜 果不其然 又有家伙在鬼哭狼嚎 这个胆小鬼不是别人 还是杰克 在北海道训练时就是如此 白天哪都好 就是夜里胆子小 约传安慰说 这是冰块和冰块互相撞击的声音 不是什么稀奇古怪 对 就这样 巴尔多埋到雪里就听不见了 狗狗和人一样 看着都差不多 其实性格千差万别 有杰克这种晚上怕黑的 也有领队利奇这种 尽管前腿受伤 仍旧拼了命的跑 只要朝天不喊停止 就绝对不会停下的 朝天是知道他的 所以每隔一段时间 都把利奇换到后面休息休息 让太郎次郎两兄弟带队 太郎次郎也是好样的 顶着暴风雪前进 毫不退缩 直到双腿跑出鲜血 直到筋疲力竭 仍旧不喊不叫 仍旧一个阶段拉扬的雪桥 到了翻越雪山时 换力量最大的独行侠风帘带队 有他在 不用慌 不过 每逢下山时 还是要小心 雪桥车负重大 惯性也大 稍有不慎 就可能伤到狗狗 或许是被雪桥车撞了一下 五郎耍脾气了 理对撒花 完全不理月纯 你这小子 这么小气的妈 被误撞了一下 就要发这么大的脾气 还记得谁喂你的妈 还记得 算了算了 来硬的不行 那就来软的 月纯双手合适 有气无力的说 求求你 快回来 我给你磕头了 好好 道歉就行 人非胜贤 输能无过 我让原谅你了 经过五天的长途把射 探测小队终于来到波斯南天 此时 狗狗们已累得不成样子 不管那暴风雪如何吹 埋头就睡 完全不理 而三名队员 则立刻东顶插旗 测绘取样 自不必说 可是 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从波斯南天回来的路上 竟连着三天大雾 在无风的状态下 天地一片雪白 可谓空无一物 旅途劳累 加上紫外线反射 三人都得了雪茫症 同时 因为重量限制 本次任务 并没有携带沉重的 无限连发射器 按照时间估算 应该到基地了 但谁也看不见 只能凭着感觉瞎摸 这样下去可不行 万一走错方向 会越走越远 月纯提议 解开太郎次郎的绳子 让他俩跑回基地求救 毕竟 这哥俩在基地长大 基地就是他们的家 在这种天气 即便是电磁导航失效 他俩都不会 如月纯撂小的那样 月末过了半个小时 太郎次郎 果然准确找到家 看到狗 队长小子即刻出发 开上雪车 紧紧跟在太郎次郎身后 原来 三人小队距离基地 其实还有十几公里的距离 快上雪车 狗屋和雪茄交给我了 队长说 桥田摇头 不 把雪轿到中午拿下去一些 我和狗狗一起出发的 当然一起回去 就在三人小队平安归来的当晚 蘑菇小白 平安产宰 月纯感慨说 今天不是平安夜 圣死平安夜 昭和32年年底 宗谷浩载着第二匹科考队的队员 进入了冰河 但是 一直到隔年二月 还是因为连日天气不佳 受阻在后世的冰河之中 完全没办法靠近基地 迫不得已 宗谷开始向美国的佩顿号 破冰链求救 可是 不幸的是 在这种恶劣天气情况下 佩顿号也几近被困住 但不管怎么说 该来的总会来 早一天晚一天而已 为了让第二匹科考队员熟悉狗狗 朝田和月纯 给每只狗狗拍照 留下了详细的资料 隔了三四天 二月中旬的一个上午 宗谷没到 昭和号来了 大家喜出望外 全员列队欢迎 殊不知 今天来是通知撤退 因为天气原因 第二匹科考队什么时候到 是未知数 趁着天气允许 先把第一科考队撤到后方 没办法 大家只好赶紧收拾行李 队长一再一再叮嘱 每人四十五公斤行李 绝对不要超过 懂飞机的时间 朝田和月纯拿出小牌牌 给每只狗系上 好让后面的同事顺利交接 同时还仔细检查了每只狗的项圈 在允许的范围内 记得供紧一些 别到时候出麻烦 最后的最后 大块冻肉一狗一份 够吃个几天的了 一切准备工作完成 朝田和月纯抱上小白的宝宝 冬季走人 至于这十五个小家伙 不想说再见 也要说再见了 傍晚 朝田和月纯来到宗谷航 第一时间 找到负责狗狗的德官和护田 将那批照片连同详细资料一并转交 德官受宠若惊 一边翻着照片一边问 请问前辈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月纯喝了口酒说 项圈 项圈要注意一下 船舱内受的热火朝天 殊不知 船舱外一片隆机 因为天气原因 佩顿好准备撤回公海了 你们也走吧 现在这样进不去的 宗谷好船长反驳说 不 我们不会放弃任何机会 可是呢 现实是残酷的 尽管宗谷号连炸药都用上 依然寸步难行 中午12点 船长重视广播 第二批科考任务取消 全员返回 朝天和月纯当即梦了 脑袋一片雪花 那15只狗狗怎么办 被拴着饿死吗 月纯建议 只要让赵和号再飞两次就可以了 完全能把狗狗带走 被拒绝后 朝天沉入气说 再飞一次吧 我去 我去毒死他们 船长张了张嘴 又咽了口吐沫 很无力地说 但那两只小家伙 也是中调备用油料才带上的 何况 船上的饮用水所剩无几了 叶片 船舵也都坏了 队长接着说 现在回开普敦 其实也已经很勉强了 既然如此 朝天不再多说 好 那就没办法了 至此 那批照片和资料 原样将会朝天 同时 还有德光和护田带的礼物 那是全国粉丝寄来 给狗狗做小屋的装饰 装饰什么呢 装饰狗狗们的墓地吗 装饰被饿死的 被勒紧了项圈的 可怜的 辛苦付出又被抛弃的 狗狗们的坟墓吗 昭和基地人区楼空第五天 被饥饿折磨的狗狗们开始狂叫 第一个扯断锁链离开的狗狗是安哥 紧接着 捷克也中坨锁链 再然后 领队利奇 次郎 小白 也纷纷中坨枷锁 重获自由的狗狗们撒开了绷子跑 逛了节圈后 再次返回基地 这里爸爸那里找找 妄图找到农吃的东西 与此同时 还未中坨锁链的狗狗们 已经开始接连倒下 次日 领队利奇 带着安哥 次郎 还有小白 为了寻找食物离开的基地 望着同伴们园区的背影 风铃也伺候着中坨项圈 紧接着 太郎也紧随其后 或许是听了太郎的声音 次郎离开同伴掉头而返 和哥哥重新聚首 利奇 杰克 安哥 小白 风帘 太郎 刺狼 七只狗狗急着在南极大陆 拼命地寻找食物 还有一只 最后中坨枷锁 重获自由的是德利 德利也追着伙伴们的后头而去 然后大家会合了 在冰原上 随处可见冰河的裂缝 从此裂缝里 可以看见黑色的海面 这些裂缝会随着潮水的涨退而打开 闭合 这样的力量 会把海里的生物打到冰原上 然后就直接结冰了 这些事情 利奇和风链是最先知道的 但是同时 这些冰原裂缝 对狗狗们来说极其危险 稍有不顺多下水 就再也没有机会上岸 德利六岁 出生于旭川 武郎六岁 出生于寺内 比起的南极的狗狗们如此艰难 那么 回到日本的人类呢 先说朝天 义无反顾辞掉了大学的职务 至于以后干什么 去哪里 他都不知道 也不去想 也或者说无法去想 五月的南极 对狗狗们来说 这是暂时的休息时间 安哥和小白一向感情好 一起捕鱼 一起在雪白的大地上狂奔 一起看如梦似幻的海市蜃楼 又过了几周 在利七和风铃的教导下 太狼和次狼 也学会捕猎海豹的方法了 当海豹和企鹅 已经去了遥远的冰原 南极的冬天 来了 利七追着人类的踪迹 向大陆的方向跑去 那是他们远中波子南天的时候 所走过的路线 但是 风铃不喜欢团体行动 独自留在裂缝地区 在南极 从五月底到七月初 太阳不会出现 整个南极变成黑暗的世界 代替太阳支配南极天空的是激光 狗狗们超级害怕激光 所以总紧紧依偎在一起 而行丹永之的风链 则独自一人 享受着孤独的 恐怖的魔幻时刻 狗狗们如此艰难 此时此刻的人类呢 月纯虽然没有像朝天一样 辞掉工作 但是那填满内心的内疚感 仍然挥之不去 月纯的生活有两样禁忌 第一 不能看狗狗 也或者说 害怕看到狗狗 第二 不能提南极 同样的 他是害怕提南极 反观朝天 明知善有虎 偏向虎山行 不但主动写文章道歉 还亲自走访提供狗狗的家庭 挨家挨户上门谢罪 部分提供狗狗的家庭表示理解 毕竟是为国牺牲 但是 孩子可不像大人那样好骗 遗弃就是遗弃 加再多形容词都没用 利奇是我和妹妹一起养的 请问 你最后见他的时候 他在做什么呢 姐姐问 朝天低头说 抱歉 和其他狗狗一样 被链条拴着 这样一句就交代了吗 再送一只小狗就交代了吗 妹妹哭着说 我不要其他小狗 我只要利奇 小妹妹你知道吗 你的利奇 仍然很努力地在南极生活着 太狼 次狼 安哥和小白 跟着利奇四处觅食 追鱼捕鸟 甚至还从波斯南天中转点 找到了存留的海豹肉块 摔下去的是跟安哥感情很好的小白 白熊爱的南极大陆 看着软绵绵 其实坚硬无比 等到小白从盛阳下回到陆地 已是遍体鳞伤 小白 三岁 出生于利维 为国牺牲的小白们 长绵南极大陆 据此一万四千公里的日本本土 肃起了一座座纪念雕像 市长指此稿上说 这些狗狗是伟大的 是全日本的骄傲 一个记者招入朝天 一个劲的问问题 那些狗狗是你们的伙伴 你们却选择如此残酷地处理它们 不内疚吗 朝天本不想回答 但是话敢闹着说了也无妨 没错 我们当时应该亲手杀死它们的 与其这样被活生生饿死 不如亲手解决掉 不用那么受苦了 尤其是那个项圈 如果松一点的话 说不定 朝天突然指着钢结构说 你看像不像鲸鱼的尸体 月唇忽着眼睛一亮 啊对 不知道是哪一只狗 现在跑到那里去了呢 是次郎吧 不 是安哥 不不不 是利奇 一定是利奇 如果真是利奇的话 一定会把其他小狗也带过去 幻想一阵 朝天突然问 你觉得狗狗们还活着吗 月唇周眉反问 你怎么看 到这个时候 只剩下利奇 太郎 次郎 和安哥了 贼欧的出现 意味着严酷的冬天已经结束 但是 南极大陆没有温暖地 迎接这些狗狗 有的只是无止境的冰川 和充满危机的冰川裂缝 一只鲸鱼突然出现 险些吞掉太郎次郎 千军一发之际 利奇挺身而出 不过 利奇自己受了重伤 因为担心利奇 太郎次郎折返回来 通知利奇不远处有食物 在裂缝周围发现海豹尸体 还是利奇教着他们 只是现在 利奇再也走不动了 利奇三岁 出生于利维 与此同时 载着安哥的伏兵 飘向了大陆的方向 你好 我们决定养狗了 请问这只小狗叫什么名字呢 姐姐问 朝天脱口而出 利奇 啊 利奇 利奇知道了 一定很高兴 姐姐告诉朝天 利奇可厉害了 从小在利维岛上长大 整个冬天都在山里跑 吃得胖胖的 从来没事 所以利奇在南极 也一定还活着 他一直很努力的 说完 姐姐忽然低下头去 不 利维岛和南极 不是一回事 南极零下五十度呢 朝天忙解释 有可能 他们很耐寒的 而且 说不定 也能找到一些鱼啊瞎的 说不定 朝天忽然严肃起来 告诉姐姐 我自己一直到之前为止 一直在后悔 当时没有把狗狗们杀死 我现在才明白过来 任何人 都没有夺走 其他生命的权利 南极的春天来了 可惜的是 一直很努力的利奇 再也看不到了 不过利奇应该会很欣慰 太郎次郎又长大了一些 不仅学会在裂缝 周围找海报 还学会了捕鸟 更令人高兴的是 安哥随着富兵 飘到大陆 遇到裂缝处的风帘 在风帘的庇护下 安哥一直安全活到现在 三只狗狗 跟着已经野性化的风帘 在南极大陆上狂奔 享受自由 寻找食物 捕食是极危险的 一个不小心 就有可能瞬间消失 安哥三岁 出生于立位 安哥死后 五岁的风帘 再度消失在大陆的另一边 而太郎和次郎 则无法离开故乡一样的基地 昭和33年10月 第三次南极客口队队员 重视开始招募 月春已经不打算去了 去脸是难过 有什么意义呢 女友劝道 快去吧 现在去报名还来得及 我会懂你的 火 这镜头切得可真快 不愧是老派导演 昭和34年1月12 宗谷号重风破浪 直抵昭和基地 幼儿日 先前直升机飞抵基地上空 经过朝天和月春的辨认 四岁的杰克已经丧生 更关键的是 从出发到基地 不管怎么观察 都看不到任何活动的动物 这意味着 月春扒开厚厚的鸡血 没错 是五郎 活活饿死的 朝天擦了擦眼泪 继续从另一端开始扒血 突然 两个黑影从眼前晃过 那是 狗狗 还是 月春顶尖一看 简直不敢相信 没错 那个毛色 是太狼和磁狼 片刻 朝天和月春 主动跑向狗狗 狗狗就是这样 不管受了怎样的伤害 只要人类再次张开双臂 它什么都能原谅 最终是 我不敢再养狗的原因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